没人胜吗 百分百的胜率 来到双方黄图搬选R45航天称 路上抓地 一边抓地一边天运营 那搬土的话星星火车站 英特要不要搬呢 其实好像也不用搬 对 因为AG也不选 不主动选 虽然打的还可以 然后练练千阳 神都千古横照 都是比较偏抓地的赛道 而且也偏正队 神都是比较偏正队 然后最后一首是一号公路 阿尔法女班的话 应该是二加也想要 对阿西西对一下位 可以尝试一下 我感觉这两套阵容 如果对在一起的话 可能就是补助位的差距 会稍大一点 临跑的话 其实大家都能跑 不用太担心 如果说硬实力的话 可能差距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说三个人 集合在一起 对你去拼领跑 然后去拼碰球 我觉得还是稍微要考虑一下 这种时候就有很多 配合方面的问题 需要考虑 是的 那首先来到 手足团队间隔 地图也是不出现 一个赛车地位 飞渊的白狼 然后云霄是给到了念旧 以及二加 热游的白狼 两谋 仍然是可以 这些颉辩的 那 gossip 都算是太厉害了 这些颈辩落 那些颈辩的 我们负责打了 就是这些颈辩的 一切 诶 就这么做 诶 酷比后船然后再往前打来看 三体有点多 对RC的单体也挺多的 三个 又摸到了一个酷比 再双持两个酷比 连着打 打不响就打到打响为止 打到你起来为止 然后这边再封一个龙卷风空图 实在的风 对碰到了飞渊 那这样的话形成了老虎在前边一打二 而且导弹再打响的话 没想到天使可以防 这波道具的时序非常重要 看一下跟大可两个人互抢的道具 对标记皮也贴到了 就看这个位置墨汁配 莫雷要不直接放吧 可以直接放 再船的话这个墨汁有点耽误时间了 对 没有破坊成功 三七一开再双持 还有一个闪电 还是没有护盾接连被打 RC这个双领跑已经战成了 顾比仰先打 打得到敬旧 而且闪电也响了龙卷风够不到 再双持一下前面小鸟皮 没有任何的进入型道具 可以去拖敬旧 是的大可的四个是托到子载 够得到吗 老虎抓地失误了 前面念旧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远 完全够不到 再置换 置换到了一个导弹 但是前面防御击道具 非常的充足 是的 AZ把所有的防御击道具 全部空开了 想去补下一波道具 老虎接过双持 吃什么能救呢 好像都救不了 没吃到呢 双蝶也救不了 对 在吃完之后大可也补到第二名 那这样的话念旧毫无压力的充现 恭喜念旧 1比0 从最开始打起来就感觉有点乱 瞬间节奏就开了 是的 这老虎其实在整局都在跟 但跟得很勉强 有压力啊 他这个后追压力太大了 因为 因为R4它的这个双机甲 是能够把双领跑给站住的 大可其实一直都是在一个第三名 然后后面来到了一个第二名 就老虎在后追的过程当中 一直有名针对他 然后这局就是 AJ它的站位很明显 就是磁仔去打辅助 然后前期虽然确实是空了几个风 但导致自己 因为自己的道具不是特别好 所以导致他们整体的站位 特别的靠后 首先是第一圈磁仔那个龙蝶风 是把二加也留在那个风后边 就放了老虎一个人过去 对 所以说形成了一个一打二 然后再上去吃道具的时候 其实道具质量就一直没有那么好 然后被不断地滚雪球 虽然说第二圈开头有稍微追上了一点 但是那个脚后风的距离正好 正好把念旧给放过去了 所以说没办法 而且当时老虎还出现了一个抓地失误 所以导致本身就已经有点勉强的距离 就变得更遥远了 看一下双方在这局的数据 磁仔这局的辅助是打了17的进攻评分 那整体来看其实AG应该进攻不多的 但是他们都在哪呢 都在磁铁上面 单体的话 RC是17个单体 对上AG的10个 闪电多的三个 对闪电多 闪电是在前期批响的 但批响之后 他们那一个领跑很短暂 这里就龙顶风 二家也留在这儿 对 然后贴脸的 他躲完这个风 然后其实就已经来不及飘了 反应上慢了一些 就他可能觉得自己快卷起来了 然后感觉 好不容易过去以后 已经到这个弯道了 他不敢起飘 他怕一起飘 你瞬间然后速度降下来 然后被风卷起来了 这张地图黄天城 是飞渊拿莫影青龙 对位是对上了 是来这 老虎 莫影青龙 对上老虎 对老虎 飞渊老虎 此载是多开了一辆哈雷特 把迪窝道具 哎呦 这铁脸皮 老虎吃皮又开始了吗 他也没办法说实话 对 就是他距离跟得很近 不是说他走位不好 但就是他这个属性搭在这儿 你就觉得很巧 这总是他吃 你就会觉得 怪倒霉的 哎呦 自在野车了一个 RC来到三菱跑 这波自暴从膜边可以躲 但是飞渊是被压下来了 没错 来看看这一段 水旺没有进攻 有氮气的情况下 先跟一下 平上 装吃水旺没有防御 到距离还好有个天使 不必往前打 有护盾可以防 前面还有一个护盾 叫龙俊峰 龙俊峰要传吗 传给飞渊来控 但这个龙俊峰 消耗了一个护盾 那这样的话导弹得想 忽比再打 二加也没有防 光闪电的A技 刚好对上RC的两个天使 全防了 但是反了一个龙俊峰 这段又放风 稍微是多撞了一下 影响一下自己的抓地 导弹要瞄 瞄给Duck 前面是有护盾的 但是RC这个位置 始终是守在一个一二四 而且后面第四名 是飞渊的墨影青龙 哎好叠 但是扣完之后 没有人上来 大家看飞渊这个龙俊峰 起到了Duck 然后念旧过去了 有机会 上来有一个防御性道具 再来一个库别 没有防 有氮气的情况下 老虎应该有机会 中点陷阱被打响了 但是还是能够完成补位 念旧 风起了念旧 是终点线前一瞬间 不放这个风电就冲了 对 就在自由冲线之前 还是会有一点点 因为节奏体坏了 是 所以说会有一点点乱 最后的解剖进攻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就大可那一个点 虽然看到龙俊峰了 但是不想躲了 因为后面还有队友 就觉得队友能完成补位 而且感觉躲不过去了 对 然后念旧那龙俊峰 主要是怕 那个酷比打过来之后 万一老虎手上有护盾呢 要是有护盾的话防御就走了 如果说龙俊峰能够卷到老虎的话 那不管你有没有护盾 你都得起来 然后同时念旧把风一躲那就能冲陷 但没躲过去 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对 打到后半端 AZ这边也没有防御型道具 然后RSG的话打到后面 就是自己的进攻也很着急 其实也挺明显的 对吧 那两个酷比打过去之后防了一个 然后起了一个 然后再打一个的话 那肯定就是没有过顿的 对 但是AZ真的就是 其实赢得有点勉强的点就在于 RSG的位置始终是压制住AZ的 对 他们是一个一二四的位置 而且第四名跟的是飞渊的墨影青龙 但也正是因为第四名是飞渊的墨影青龙 那个龙俊峰卷到了大海 对 不然的话其实没有最后老虎能拼最后一波的机会 对 所以说硬要覆盘起来的话 这一局不全是念旧的问题 前面就已经先埋下一点的浮鼻了 三个人其实都开始在最后一波有些小小 所以AZ这一局只有三个单体吗 但是他们每一次是单体比别人少 但是闪电比别人多 对 多三个闪 上一局也是少很多单体 但多三个闪电 然后两个飞碟 有一个飞碟作用非常的大 对 刚好在那个断空的节点把大壳扣下去了 对 扣下了大壳之后才有大壳能够中那个龙俊峰 对内的龙俊峰 其他的淡气 而且淡气确实有点少 所以说距离没有拉得太远 三个淡气 就感觉虽然位置一直压制住 但是并没有拉开这个距离 所以打到最后一波 AZ还是有这个去偷的机会 一比一 下一张图是AZ的网顾 富山 这个背叠扣下来时机正好 来低一下 然后龙俊峰 中墨枝 这是肯定过不去的 对 而且他中墨枝也没有看到 云豹 好疯啊 好 原来这一季 好像来不及 对 他最后是在中典线前被削下来的 对 来不及了 影响不大 他这个温暴的风 对 冉冉峰仪 虽然是为未来给到了飞渊和慈仔 然后老虎跟念旧师奥丽娜 所以说刚才最后那一波 哪怕念旧不中那个风 也来不及了 对 而且是已经进线了 有点太远了 有点专业失误 后面二加护卫了 大概是就被连接口 实在走不掉 那rc这个双银跑的卫斯又赞成了 就每一次ag起步的卫斯都会被压 对 感觉是跟吃刀具有关系 然后这波天使 有点伤 但其实也 相当于置换掉了自己两个战斗 但这张图就还好 因为长之道比较多 所以跑不了太远 莫志佩蕾一雷双翔 出完以后来一坑 后防了 还有一个闪电 带逼但是又停止了 右边双银没有进攻 前面rc大口吃了两个库比 库比拿来打热加 看这个位子 站住 这把主要还是得针对一下瓷仔跟老虎 那也走不远 走不远 对 两边都走不远 这个字包相当于是炸 字包是吓掉的天使 然后同时 库比打怪就想 固定在防导弹在往前打没有护盾 然后再抢道具 双护盾 双护盾 但是AG 质量 这个单体飞碟还有闪电飞碟先扣大 要什么有什么 对 然后单体的话还可以针对一下上来的飞渊 帮飞碟直接扣了 对 来不及 飞渊已经反超 一雷两响 再双十一下 但龙卷锋躲不过去了 而且倒在小二秒里面 到吗 先打一个库比 下一个库盾 然后再打 这个导弹 据补充有一首莫之佩蕾得交给子仔来批 能破防吗 但是飞渊复位下去了 二加能追 还有机会手上有防御性道具 最后两个人拼抓地 但上来是一辆鸭宝超人 再来一个导弹 但是有双补位 而且刚刚是把所有金融箱全部防都掉了 黄泉峰够不到 太远了 导弹往后传 这样的话AG要拿下自己的王图芬了 最后还有弹气 二加能够完成充限 一二加 打完之后AG2比1 来到领先的一方 是的 这一张图跟前两张图不一样的点 就在于起步哪怕给你优势都不怕 他的长直到太多了 对 有后追的机会 但是如果每一波AG的这个起步 都是这样被压制的话 其实后面打的每一张图都非常危险 因为前期本身 两三波道具就很容易起节奏 这一把就是很明显的进攻道具质量的差异 AG这边的道具质量会 感觉会比阿斯基多 对 肯定是比阿斯基多 但是多多少 待会得看一下 中期吧 中期的那几波单体 其实打得出来的节奏还挺多的 而且还有一手就是第一圈的那个闪电 打完之后 其实AG的位置也会更优一些 对 而且你注意到第二圈中后半端 所有的单体几乎全是一季这边的 但是打到第二圈 因为AG本身位置站得好 然后RG是刚开始只上来一个人嘛 然后是一波一打二 所以可能前期确实有一个先吃先打的这样的一个轮次去压制住 而且质量不错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 道具拾取AG明显要多于RG啊 而且多不少 多了八个道具 而且进攻评分也要多很多 对 多了13的进攻评分 11 15 13 这打底三个雷 然后15个单体往上吧 进攻都多了十几个 是啊 大家多在哪儿 就感觉AG这边单体加起来都有15个以上 或者左右 然后闪电的话三个应该是有的 对 因为闪电是批响了好几次 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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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哎反而是RG多吗 感觉不到 但是AG每一轮的闪电都多三个 已经有连续三局比赛 AG的闪电比RG多三个了 对 而RG的有四个飞碟有两个是在前期扣的 对 相当于没有太大的收益 第二局这个点 本来这是一个节奏点的 但是硬生生的被AG的进攻道具给打下来了 他吃完道具以后直冲冲的往左边给掉进去 再开了一个淡气呢 嗯 这一波抓地输影响还挺大的 这会有点瑕疵啊 RG的声音 云霄 三辆云霄 此载大个飞鸢 念旧是孙悟空 老虎也是孙悟空 这只云霄的消耗比多R字直上了两辆 把云霄全用完了 不再说是置换 但确实云霄战术地位没有那么重 但是在这一种地图上抓地也还是可以 对 让孙悟空是整体的荣度很高 闪电一能两下 被一点了解解的真快 影响基本上不大 看这个点 都在跟大个两人在去挤位置 来了一个同学风 小风 但这个消耗了 对消耗了还是 这个暴头风 我要消耗一下你的电势 再双持一下 质量拉满单体加闪电 看这个节点闪电能批响 但是还好影响不是 对可以再加速弹 互比又打响了 背叠往前扣 有干好器 瞄解两边 这基本功确实都可以 两个单体 而且自在也有补到一个导弹 三个单体 这一波大个走不远了 但是RC有一手闪电 一手闪电又把这个单体给还回来了 是的 而且有点伤 飞渊补位补得很快 这波道具质量有点差 有四八上去直接炸大 要消耗一下 哎 想丰富 但是自己 他想直接去封Duck 但是自己被打起来了 一花二 看这一波又是两个单体 单体的话只能打分 打到冰 消耗一个 但是两个龙卷锋 也走不了 飞渊大个全响 磁仔跟上来了 而且库比再交换 现在两边在狂轰乱炸 三个飞碟 大洗牌 看这个节点 谁能过得去 有交关有空 只能走下面 是 那让二加过来嘛 但是二加还没来 要不要演一下 没有出这龙卷锋 那等到最后一波吧 先走嘛 双飞碟 感觉在等 绝双飞碟齐扣 这局要结束了可能 扣了 全扣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但Tag也被封起来了 还有一个 两个全空吗 但是有干扰气了这个 理一下 那俩飞碟好像全空了 然后最后再吃一个飞碟扣来 然后被干扰气给解掉了 对 没有第一下只扣了一个 只扣了一个 只扣了一个 对 然后再单吃一个飞碟吗 嗯 它不是双飞碟吗 第一下扣了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没扣 然后一直留着 然后第二个被解掉了 那第一个空了 第一个好像空了 但是第一个它明 就是很明显就是在放慢节奏 等它完全过去再扣的 是啊 那个魏四其实一看 感觉是能扣到的 但是二加头上没有飞碟 那主要是Duck 它被龙卷风封起来了 哇 感觉第一个好像是中了 但要不然就是 中了的话 二加没道理过去的呀 没道理走那么快 对 但是看一下回放 因为虽然说Duck在那边 也耽误了一段时间嘛 但其实距离 不应该拉那么远 是啊 这双飞碟感觉 让一下位怎么都能赢 看一下最后吧 主要是它没有双飞碟一起扣 到第二个的时候 它已经摸到干扰器了 不是起扣的吗 看一下 大概是在边持又要边扣 看看啊 现在比分3比1 不管怎么样 AG已经领先2分了 这局打完双方都得先冷静一下 我觉得RGG的冷静 打得太乱了主要是 AG AG就想要给你打中 这局打到第二圈的时候 其实RGG有很大的领先优势 但被那两个龙卷风给卷回来了 卷回来之后呢 就变成了六个人的一个大血排 然后当时RGG是一个一二三的名次 本身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的 但是在来到室内之后 所有的单体的交换 交换完之后 然后飞碟再把大可扣下来 那那一波骑士AG就能跟得上了 对 就你感觉到的就是 大可第一个跳台处被飞碟封完之后 原本就是前面洗牌完的一二三名 RGG没有补位 然后反而让大可走了一圈外道之后 还在第一名 但其实不管怎么说 哪怕没有补位最后那么道具质量 就两个飞碟 那就是只扣了一个 对 然后扣空了 然后再扣一个被解掉了 就第二个就是被解掉了的 而且那个干扰器应该是后面才摸的 看着很像齐扣啊 没有齐扣 我当时就看到应该只飞了一个 当时两个人的位置在交替嘛 然后大可在那边等了一下 然后看到二加完全过去以后才扔了一个 对 看一下 这里 好 先扔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抠 空了 空了 名次还在跳 按它的车身位置来看的话是扣到了 是肯定能扣到 但是实际什么就是空了 就是空了 就是空了 就是我们这个视角是跟他们视角还是会有区别的 会有的 对 所以说有时候扣的准不准 还得看他头上有没有 是的 就是你得看选手当时的这个视角和位置是怎么样的 就你观赛的这个回放 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 二发总部 直播放节奏 在这边双吃吃到双饭器 然后R闪电往后传 大概这个节点莫志佩雷 开天使破防了有点着急 他在飞跃的一瞬间就放了 但是还要也过来了 你想不算特别大来了一个龙选风 有没有风到 好 前面飞碟扣住 刚好奇解掉 现在Witz来看的话还是阿姬战友 大家抢道具了 但是双雷 抢完之后我们AG这个直接炸开了 两个闪电 叶雷双响再补一个 抓地的时候到了 但是这没有护盾 对 前面也没有护盾 抓地失误老虎再补位上来 听道具质量了 这个杀身在等 等风也在等道具 对 双飞碟直接空就一个 那另外一个也扔了 也扔了 因为酷皮导弹全下的情况下 已经追不上了念旧跑了 再空一个三个飞碟了 念旧距离已经非常远了 而且大开能补在一个第二 现在差一个弹器 现在需要两三个飞碟才能把前面拖回来 对 弹器来了 传给阿斯基 而且飞碟 阿斯基的 他们空扔了四个飞碟了 对 来了AG的飞碟 第一个来了 但是有干扰器可以解 再补上吃 有一个闪电 你就能够延续 延续得上 那就真没得追了 虽然说今天有看到 看到阿尔法的极限反超 但我不相信有第二次 而且特别是这种距离 而且这个飞碟来了以后还是可以解 解完之后又有干扰器 等等 这个距离有点拉近了 而且手上没有防 还是没有护盾 导弹打过来得一想 再双十一下能吃什么道具 这道具实量没谁了 但是AG这一波已经没有进攻了 有一个酷皮还在等时间 他们传上去 斩电劈过来劈响了 那念就应该 第二个也得想 能重新吗 还有闪电来无数了 啊 没来得及 我今天经历了什么 两次 这么远的距离都能追上 阿尔法这第二拳后半段的这个道具质量 有说法 真有说法 真能追得上 前面就是吃不到盾 对 后面吃到的全是进攻 第一个导弹飞了非常久 然后才到 然后 他落地之后 补的两个道具是死铁和导弹 没有防御性道具 雷补了两拨道具吧 对 等那个导弹 然后 那个导弹补完之后呢 AG补到的是什么 一个酷皮 现在磁在手中 然后他在等这个CD 没有传上来 然后传上来以后呢 老虎马上又补了第二个 然后又补了一个雷 又补了个雷 对 但其实 RCEG这边也有单体 但是 你要跟AG比起来的话 那这个数量真的是小无尽到无了 他们好像没有打到二架 有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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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护盾 应该是防了一个单体 然后被闪天批响了 今天RSG打完脑子都懵的 真的得冷静一下 现在比你们4比1了 这连续几局打完 就是整个头脑都不清楚 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这Alpha发生了什么 今天到底是 怎么了这个Alpha 感觉RSG那边打得挺正常的呀 我就是保我的双领跑 然后保站位 而且他们前期整体的位置 也能压制住A界 但莫名其妙就是最后一波 很炸裂的道具 然后把这个距离给拉回来了 可能这就是Alpha吧 今天的Alpha是这样的 有点看不懂 距离拉远 然后前面第一名吃不到好道具 后面也补不到什么太好的道具 看飞渊这局真尽力了 23的进攻评分 没招 没办法 拖不住 4比1 现在对A界来说仅差1分 我们就能看到 弹仔跟风仔的solo 而且双方其实前几局的 进攻道具也挺离谱的 就是单体差异很大 但是闪电的每一次A界 又很占优 每次起码里接两个 对 你闪电其实在某一些节点 连续去批的话 你带来的收益是 就是整体队伍的站位 会更靠前一点 你看 又多两个闪电 五个闪电吗 对 然后单体是9个 然后另外一边是13个 就每一次A界的单体 都没有RSC那么多 然后RSC空了四个碟 对 四个碟全空了 你看防御型道具也还好 那就是第一圈全防完了 然后到第二圈摸不到了 这今天真的 这阿法我已经见第二次了 对 但A界多呀 A界五个天使八个护盾 在后绝的情况下 他又有进攻 然后还有防御 还有防御 还有弹气 对 那十几个弹气你怎么说 确实能追 这是第一圈 讲道理 这个距离还能追 那真的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 抓地基本功 加上你的道具质量 质量也是无敌 你看这边也被闪电打响了 然后这个酷笔 那就是要算 现在放不出来 拐个弯就到终点了 就是拐不进去 就最后 这几百米的距离 走了 二十多秒 就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终点在前面 那我只能看着对手重现 来一个单体 两秒 三秒 再来一个闪电 又是三秒 四比 举一点 可能是秋中 主张图的意外更大呀 一波道具 补充 二十四的话 有单体 两个单体 然后一个闪电 一雷三小 前面导弹在打 也被防了 但还有一个天使的 阿斯基 飞碟接扣 AG的话是一个单体 还有天使看下这个飞碟其实收益并不大 哇 双飞碟 这双飞碟 别防了吧 对 对 要放 先扣了 你先全扣 你先全扣了 但扣完之后二加补一回来 还有个飞碟 再补了个飞碟 但这个飞碟是补给了二加 但开局三个飞碟 也未必是个好事儿啊 看一下 但其实AG也吃了两个飞碟了 三十五 还能跟得上 对 但这一轮AG是一个导弹加一个闪电 秋之物语就是这样 对 看一下二十四这边只能保大先出去 自在上来之后 龙泉门空扔 可以看一下控波节奏 哇 奥丽娜 看到压宝超人这个超级EC 望尘莫及啊 也追不上啊 但还要有飞碟的扣住 弹机再开 导弹秒过来 天使能防 还有护盾 再打一个护盾 还有护盾 是的 前面也有护盾 但这个闪电的话 稍后的护盾 看平看平 开护盾直接躲掉 而这个龙泳风 怎么说 最后一波 要平道具质量了 AG有两个弹器 有弹器从外看不够 没说法了 那得恭喜Duck 扳回一分 现在比分来到了2比4 你说 阿斯基这一局打的跟前两局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什么区别 对 就最后一波这个道具摸得还行 就护盾能够就是防到最后 对 如果到最后两边都没防 然后凭道具进攻的话 那其实还不好说 而且前面是一个一打一 对 虽然说是一打一 但是距离还是有一点点小远的 龙泳风是够不到 最关键的就是那个香蕉皮 算是 但是被护盾防了嘛 你说吃到的那个香蕉皮 最后的那个 最开始的那个就是在进到处的 对 是正好护盾防了 然后他扔了一个暴头风 把大黑给拖回来了 对 然后就导致他俩距离很近 但是到了第二个香蕉皮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进攻的情况下 距离就被拉远了 最后我就是眼睁睁看到老虎补了两个弹器 然后给了磁宰一个 我还想着最后可能就是拼速度 RCC是没有增益的 结果 有点危险 结果一个皮戛然而止了 对彼此 RCC再选 这些进攻还大来些 就前期的这几个飞碟 让他们的站位给占住了 前期其实二加哥老虎 还是冲得挺凶的 位置已经开始拉开了 对 但主要是 A机这边没有干扰器 飞碟扣过来都得硬扛 对 就 就才使得二加的这个奥利娜 一直被拖在后边 然后 死载就驾驶 压把超人上去了 那有一说一啊 那个超级一次又开起来 奥利娜好像还真追不上 追不上 她这个特性还挺 看起来已经久 对啊 小训练 要是能冲线她就是大训练 对 飞碟扣了四个 A机的闪电还是多 对 我也是看到这个 多两个 单体的话是十对八 进攻其实差不了多少 然后磁铁A机要多五个 没有自爆 RC多八个自爆 这几个自爆 其实也没看到多大的收益 那关键是RC真的爽不住 而且他没有弹器的 他只有两个弹器 对 好不远 十二个盾 那确实是能够就起步出去了一吻到底 就源源不断 而且最后我看他冲线的时候 开了一个自爆 开了一个天使和一个盾 就全开了 有护盾的护身 这上一把阿尔法没吃到的盾在就只有雨全部吃回来了 现在比盾来到四比二 来看一下磁带现在压宝超人 这要不是飞碟啊 我觉得他都跑了 对 他以为能钻过去 但其实也是差一点点 其实是个风物风了 香坡岛 香坡岛打序列 AG两辆序列 大概一辆序列 然后飞渊跟磁仔是奥利娜 那AG没有冲刺翼啊 他们必须得在前期把优势给打开 不然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序列的两个ECU去把你的距离给压住 对 不给你凭最后一波 想要结束了 二加老虎一起复位等 看直播赛车差能不能打出优势吧 老虎上来补的是双盾 小姐抢了一下大米道具 二加手上有一手莫之佩蕾 这一波进攻有点猛啊 有飞碟有铺鼻还有闪电 扣给念旧其实还行 是阿基金能接受的 因为Duck跟飞渊这两辆车可以拉开差距的 但现在双方都有一个闪电 这个节点要去控风了 想上去扛蝶吗 现在都还没有开ECU去开节奏 胖胖都还在等 但这个 淡气没那么多 淡气已经就位了 就看什么时候去起这个节奏 但手上没有防的情况下也不太好 那这样的话 磁仔上来也得扛蝶蝶 扛了一个蝶蝶有干游戏直接解掉 但主要还得保序列啊 还有飞碟 二加上来以为没敌了 但是还有一个在等着你 Duck ECU已经没了 是 Duck的ECU开起来了 而且拦不住呀 怎么说龙蝶蝶 有龙蝶蝶有机会 能中吗 没中 没选到 还有一个蝶 被一个护盾给反过去了 而自己看了一个天使 那这样的话 Duck被龙蝶蝶蝶卷起来了 还有飞碟 飞碟往前扣 干游戏解掉 再吃香蕉皮 有淡气 淡气给谁 老虎也上来了 这两辆序列未来 确实不太好打呀 飞碟也来了 但没有冲刺翼的 有冲刺翼的 宁就在后边 那最后得拼速度的话 老虎要充现了 被破防了 那一步拼速度拿起来之后 速度还是够 东西AG 道具5比2 战胜的RCG 将比赛拖入1VSOLO 四代同堂 还是能让我们再见证一次啊 对 得看完SOLO才过瘾啊 AZ的这个道具 确实像我们在开赛的时候 大家所分析的那样 他们的纸面实力确实是强 但是因为第一阶段 他们的接连实力 让我们其实有在开始怀疑他们 到底能不能赢 这套阵容到底合不合适 主要是在打的过程中 其实你有点捉摸不透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其实今天可能前两局 AZ这边整体的站位 在前期明明就是被RC给压住的 但就是最后的几拨道具质量 他们确实吃得非常的好 这是一点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 他们的这个抓地实力 慢慢地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他们能跟得住 对 我觉得一支队伍怎么样 才算磨合完成呢 我觉得 他们这个道具组 战胜了双狼的那一刻开始 那就已经是磨合完成了 是的 今天不说两边打的有多好吧 但我感觉就是 能够把自己平时的状态给发挥出来 而且你也别说一季这边 对 我就光说AZ这边 AZ这边其实没有犯太多的错 主要还中间三局 乌山风营 然后电音 梦工场和阿尔法总部 这三局 我觉得是将他们整体的节奏 打得有点乱的 因为其实这三局 他们打的是很好的 前期就是 AZ能够通过自己的节奏 把这个领跑的优势给拿到手 然后乌山的话 是当时飞渊有一个抓地失误 挺伤其实 对 就是整体来说你复一回来 而且消耗一管氮气之后 还是比较致命的 而且当时他是唯一一个 能够站在前面的那一个 就是乌山的抓地失误 然后电音的空飞碟 对 然后以及 阿尔法总部后面是 确实没办法 对 没盾 阿尔法没盾 就这一局阿尔法还行 但中间两局 确实是今天出现了一些失误的 再往前推一张 康天成 嗯 那个龙准锋 对 是飞渊的龙准锋 崛起的大骨 他们今天有犯错 但 犯了这些错 你能够战胜阿尔法总部 最主要的还是 你们的抚位能跟得上 抓地能跟得上 你感觉美菲这好像赢得都挺费力的 因为只有一个人在上面苦苦支撑 但最后这个人就是能够一直坚挺到最后 而且上不到其实最后不止一个 嗯 实在也在前后 对 这局其实就是 方方的站位打的都还行 MVP给到了二加 本赛季第二次MVP 也是拿到了三次充现 好起来了 感觉AG的这个道具在 确实是好起来了 我觉得对于AG 没关系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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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